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一下什么 UFD当中自动化对称模型 LM 那咱们这次 主要是学习一下对象的加载 导出和加载 其实这个知识点跟LM 其实关系都不大 但是的话 会涉及到我们测试环境的初始化 对吧 然后在调用 在LM调用我们QDB的时候 或者是UFD的时候 可能需要什么 去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在对象的导游 导游放到这个地方来讲了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我们还是以案例的方法 给大家讲解 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 可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同样的一些测试的过程 一个应用程序 可能分不同的测试点 那么在我们UFD当中执行的时候 可能什么样 要开不同的脚本 对不对 但是不同的脚本 它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对象有可能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什么样 不同的脚本相同的对象 那么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你每一个脚本 都就不会是相同的对象 就可能是导游文件比较大 比较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利用导对象的导游导游的方法 来做一个什么样 调整 那这个时候可以减少一些资源 效率我觉得也可能稍微高一些 那么这里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先打开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之前我们已经录过了的 所以说就直接打开应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把它的对象导出来 把它的对象导出来 好 我们把对象资源导出来 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对象 对吧 点file下面文件下面一个导出本地对象 好把它是放在c盘 搞定 导出来以后怎么办呢 你把它先删掉 把原来的这些都不需要了嘛 因为我们已经导出个公共的了 在哪里 在一盘 那在c盘 看到没有 就这个文件 192K 可以这么就理解 那你每一个相同的脚本 或者类似的脚本 都少了192K的内容 虽然的时候会省一些资源 是吧 那现在执行肯定是不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没有办法运行 看到没有 对象都找不到的 是因为什么对象户里面没有对象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通过编程的方法 来实现该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我首先把这个 录制和运行设置 把这个地方的东西给干掉些 然后呢 我手动的来加载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system 点什么 点run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要运行的这个应用程序 好 手动起用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的话呢 加载我们的这个什么样 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我们应该怎么加载呢 首先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什么自带的一个函数 或者自带的一个方法 来做这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SI 相信这个单子怎么写来的 ECTI 点 对的 对象的什么 加载 那首先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原来的有可能有的东西 先把它什么 零误掉 先都清楚掉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加载 ipo sitr is 把你刚才那个文件所在的路径写在这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文件名字 好 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看看 保 脚本保存一下 再运行看能不能正常的运行 大家看一下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脚本呢 我在调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可以 也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实现了一个什么 这个对象的共享 其实 那么在我们自动化测试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什么 多个脚本刚才说的 多个脚本可能都存在相同的对象的时候 哎呀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做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 这个呢 在我们实际测试过程当中 用的呢 也还是相对来说会多一些 当然具体情况 具体对待 根据我们实际的什么测试情况 啊 你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设置 那么这个方法呢 在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呢 大家呢可以灵活运用 灵活运用 跟我们ALM和我们自动化测试框架 整合起来 那或者是出手化测试环境的时候 可以使用它对吧 OK 那咱们这个关于对象的导入导出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 咱们下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可能就要学习一些什么 出手框架类的东西了 OK 咱们这次课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